观众朋友广澳洲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三三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呢 我们就要请自由撰稿人宋玲梅老师呢 来给大家谈谈有关朝鲜半岛方面的话题 宋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宋老师啊 你看最近的朝鲜半岛局势可以说是波鬼云厥 充满了变数 那么我们首先 您认为朝鲜半岛现在的一个局势 是他继续往恶化发展呢 还是就是说按照他这个局势呢 在慢慢的演变呢 对 朝鲜的局势呢 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紧张 对不对 而且呢甚至这个朝鲜方面呢 他宣布说这个第二次朝鲜战争 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因为他撕毁了在五十年代所签署的 这样的停战协定 是 而且呢把这个跟南韩之间的这个 就是互不侵犯的这些条例 他都不承认了 那么但是要以我个人的看法的话 很难很难打起来 您说的这个打起来是朝鲜跟韩国之间的这个打起来 如果这个打的话呢 就不是韩国跟朝鲜的问题的 一打肯定是要要发生多国之间的这个大战 那你认为多国就是包括肯定美国因为他有美韩的这个军事协定 对吧 那你说多国的话 你认为朝鲜还会进攻日本吗 还会进攻别的国家吗 因为您说了一个多国 对 因为他讲了嘛 如果打起来的话 他的导弹和导弹要打到白宫去 把这个白宫给干掉 他是讲到这样的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金正恩虽然这么说 但是这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你没有这个样的实力 因为我们说嘴巴讲是可以的 嘴巴讲是容易的 其实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找你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你还打什么你的那个导弹呢 而且你现在的导弹的水平是不是已经到达了这个情况 对 你导弹上的那个原子弹 你是不是已经小型化 能够准确的到那个地方就爆炸 把白宫干掉 对 不行的 因为说现在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就是说想进攻美国的话呢 我们觉得都不是容易的 不是 因为你除了你能够正常的把这个导弹发射上升空之外 你还要进入他这个国家 因为他有反导系统 对对对 TMD的这套系统 所以呢 而且他有预警飞机 是是是 卫星也看着 能不能过日本都很难 对 对不对 你不要说打到那边去 对 所以呢他这个朝鲜呢 他这个 往往在这个时候 他所用的语言呢 那底确是超激烈的那种语言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金正恩他们这个金氏家族 他们都比较喜欢能够做秀的就一直没有消停过 对 你看他现在金正恩一方面这个撕毁 单方面朝鲜撕毁了这个协定 另外呢 你看他还到这个前线去视察 是 做了这个庭 然后等等等等 他就非常会摆上嘴巴上也这么说 是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说 适当的用少少一点时间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朝鲜之间这个关系 对不对 从历史上来说 朝鲜那边的人呢 都从哪里去的呢 其实从这个商朝的时候有一个记载 就是姬子带着五千多人去那边了 到那边以后呢 他带去的呢 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关于中国的这个 诗书礼乐啦 是吧 这个义武阴阳啦 这个百宫这个记忆 这些都是从那边带过去的 带过去以后呢 其实那边的人呢 说起来 我的感觉 我的认为呢 那里还真是炎黄的子孙 但是后来呢 他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一直跟中原之间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他的语言里边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 其实他的语言的那种 跟中原这个普通话的不同啊 跟广东话跟普通话都不同 甚至广东话都比他不同的多 他里边的这个 有80%的这个用词召集啊 其实都是这个中文来的 都是汉语来的嘛 他跟日本好像有点类似啊 日本对 他比日本更这个 跟中国之间更有这个相似之处 对 这是我们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渊源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后来这个历朝的中国政府 都有帮过他 从明朝的打这个封神 秀姬 对不对 这还后来的这个 袁世凯 被李公章派到朝鲜 去管他 当时的一个确定就是说 究竟是把这个朝鲜 列成这个中国的一个省好呢 还是把他 就是不管他 还是这个 让他自己独立呢 当时还在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呢 那时候清朝已经很弱了 对不对 可是最后呢 清朝政府想想自己还是没有能力 所以就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省 对 那么后来日本占领了 跟着日本占领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对不对 那么在此之后 他在这个朝鲜 在此之后就是 在抗战争当中 就是有一个韩国的这个 大韩民国政府就已经在 中国成立了 所以呢 他当时那个领导人叫金九嘛 金九 那么到了这个 后来蒋介石被赶到台湾以后 赶到台湾以后呢 这个就发生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里面 就是金正日啊 金日成的时候 金日成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在朝鲜 牺牲的人呢 是五十二万了 不是牺牲 就是伤亡吧 有十八万左右是死掉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会大一点 那就 就有待历史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了 不过呢 打了以后呢 你看嘛 他跟着呢 这个金日成呢 完了就是打完以后呢 就是很多动作了 比如这个 把这个机子的领也给整掉了 这机子不是朝鲜 人家都是机主 那是他历代自己都承认的嘛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 比如他到现在来说 这个中国帮朝鲜打仗 那段历史呢 他认为 是怎么描写呢 就是说 那时候呢 中国人民是派过一些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们少数来了以后呢 这个打仗呢 这个一见敌人就逃跑 由于没有在金日成的领导之下 所以呢 这个根本起作用不大 这变成这样 其实你根本这个 以历史事实就相反了 这是您给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 这个历史 那我们刚才您开始说了 就是说朝鲜目前的就要按照这个局势来发展的话 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 那么我就就从这个远一点的历史 我们回过了现实了 现实呢 他其实呢 他一直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想跟美国直接的有联系 对不对 好像这是金正恩 你看 他在这么紧张之前 他请了美国篮球队 罗德迈 对 想学中国的乒乓外交 对不对 那么另一方面呢 他又说要 要怎么打美国 要怎么 就是用他的软的 硬的 这两种手法 其实他最后呢 他根本他也知道 他是打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不要看 你看那个 我们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呢 已经跟朋友们介绍了 朝鲜其实他这个导弹的防空力量是非常弱的 他其实防空的这个不主要是高射炮 就是美国间谍卫星引发 所以就是说 相对来你说的 他没有这个实力 没有这个实力 去做这个东西 他也研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东西 如果说没有人管他的话 他要把这个南韩全扫掉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事情 说你打了一炮 人家不会不管的嘛 对 问题在这里 而且我们经常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因为他呢 你看很多他们国家 连人民都吃不饱 怎么去打仗 对吧 你还后辑的 这个后辈的军备物资的供给 对不对 你怎么能打了 打一天就不打了 打仗是靠国家的最终的实力嘛 对不对 当年为什么中国输给日本呢 就是你总的实力不够人家 经济实力 这是很重要的 你朝鲜 你这样经不起人 要弄你两下子 对不对 那我们说到了 这个朝鲜您认为就是朝鲜半导 目前的局势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 那么美国的态度也很明显 他跟韩国正好在跟他军演 也就是说在积极的准备着 那么中国呢 因为正好在召开两会 在这个领导人换届 中国的这个还是通过一些外交途径 对 这个口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 是朝鲜这个就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语言 那么您认为中国会开完两会之后 会对在朝鲜政策上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 我估计他基本上会延续这个 就是最近胡锦涛他们已经定下了那种政策 就是说对朝鲜来说呢 你说让他全部放弃 这也是不现实的 对不对 因为毕竟呢 是有这么长的历史 另外呢 还有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毕竟有过去一段这个 非常非常密切的这么的过程 不管他 比如他这个 接着克林顿来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了 我们这个发展核武器不是对着他的 我们西边也 也有防护的必要啊 西边是谁啊 就中国嘛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那个你看我们为什么 这个推出六方会谈呢 那是因为是对付中国的 要脱离他的这个 对我们的控制 是吧 他是非常想跟这个 美国人拉关系 如果一旦美国人愿意的话呢 那他肯定是变成中国的一个很 危险的敌人啊 但是美国人不会挺的 一个美国人不喜欢他的制度 一个美国人也知道 中国对他这样的制度的后果 现在是怎么样 所以他怎么会挺他的呢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你你讲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他其实呢 现在都是在洋洋 在大声地喊 其实他是没有力量打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心虚的表现呢 也可以说是心虚的表现 我们因为今天讲 一个人 但是他也知道呢 这个 中美美国南韩他们 不会主动进攻他 所以你声音叫的太大 再大的话 他也没有感觉到 自己有什么危险 那我们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都希望呢 中国我们一直讲 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希望呢 能够周边能够和平 能够发展经济 因为战争对任何人来讲呢 都不是一个好事 不管是对人民来讲 对政府来讲 我们也知道在上周呢 联合国案例会就全票通过了 对朝鲜的制裁 实无前例的 对 中国也赞成了 对中国也赞成了 看来由此呢 就是说全世界呢 对朝鲜这个核发展核武器 还有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呢 都是非常关注的 可以说大家是 步调一致 对 一口同声了 是是是是 应该说呢 我们朝鲜半岛局势呢 在未来呢 仍旧是是今年 或者很长一段时间 对都是会有好戏看 对比较敏感的问题 尽管呢 就像演出一场大戏啊 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角色 在里面表演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希望各国的政府呢 能够很好的 能够应对朝鲜问题 能够使朝鲜问题能够和平化 是的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整个的全世界的人 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请宋老师给大家分析 朝鲜半岛局势的话题 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 节目最后 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 新西兰和世界主要城市 在周末的天气情况 同时呢 祝您周末愉快 好了 下周我们再见